我们用亭记三马的这个方法去做这边的价格 他卖的好的产品 比如说他专门卖停皮亚的 卖32亿斤 那么我们就卖30 我们回去怎么定价 大家记住 回去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店铺要开定的方云两公里 去考察所有同行的市场 怎么去考察 哪个手机 卖卤菜的全部问完 每一个价格是多少 然后问完之后回去做一个小本本 记起来 我们卖的好 他们卖的好的产品 比如特殊产品 我们比他卖的价格平一点 我们用亭记三马的这个方法 去做这边的价格 他卖的好的产品 比如说他专门卖停皮亚的 卖32亿斤 那么我们就卖30 因为他的特色产品 我们必须价格比他平均去竞争 那么他没有了产品 我们有了产品 我们要什么 卖的贵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价格的核心之处 所以说我们的价格里面 我们的菜单里面会有个什么 一个引流款 9块9是引流款 然后我们利润款 还有我们的爆款产品 这三个都必须要有 你的价格 还有你的广告 才做得到位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我们进去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里面的布局